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公務門 如何跟社群合作 因為這個經驗其實我們一直在複零嘗試說 如果跟這個整個網路社群 然後還不知道說整個GDP 如果去互動 整個是一個在學習的過程 我們最早的時候是在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就是有一個高雄登革熱的疫情 這時候當然一開始是有 先有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時候 先有一個高雄氣爆 氣爆的時候可能大家那時候關心說 那到底說這些管件是怎麼走 大概在十月的時候 大家還沒有很注意說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下一場大禮 那也相關這樣子 好 於是他們就試著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說 有什麼樣的資料 或者是整個方式可以讓民眾更清楚地知道說 目前整個疫情發生的狀況 所以就是他們試著去想去找說 那目前已經有的公開資料是不是足夠 那結果他們發現有點失望 就是說雖然GDP當時那時候已經有一個 就是open data 然後有一個統治資料的一個公布 但是那時候就是資料 甚至是按週跟按月發布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也沒有一個比較細的 比較細部的資料 那還有一個方式實際上說 是不是能夠到村里的資料 目前那時候當時也是沒有 那於是就是 設計的時候就是非常努力 然後就是去想聽各種方式 包括去爬高雄市的網頁的資料 其實那個網頁的資料是PDF 然後就是那時候也是提名 比如一堆的幫目工 然後幫忙去砍那些 就是PDF裡面相關的一些新增村里樹木 然後之後再也就是把它兜成一個 就是有一個就是流行曲 就是流行曲線跟一個就是地圖的一個 動態的一個展示這樣子 那就是大概後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江戶跟均勻不是那麼熟 因為那時候對均勻非常非常的接著恐懼 然後因為一個是 職業會的第一口號是說 在台政府 那想說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 是一個北類的傳聞 那加上說那時候2014年 前面的時候發生的就是太陽化 那其實 那時候我立場是跟那個就是一樣 是說是反洪化這樣 但是那時候其實可能覺得說 照理說這個PDF 我在那個就是譬如說 我在多講或是多講很多說 就是我會告訴他們說 因為可能現在已經換新任了 可能在未來江戶跟均勒政府之前 這個實際上 我可能會不會去調查 是可以去查證表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是非常的擔心 那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大概在十一月 十二月的時候那時候 剛好十二月 十二月的時候 他會接到楊明有一個 10-1-2的演講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人 反正跟我說 他有興趣來就是 就是跟我們就是研究這個 登哥倫的資料 分享的事情 那在十二月的時候 那十二月的時候 那十二月的時候 其實就是做一件事情 那 我們請那個就是 就是高生長跟成長醫師 來我們那個 基本書來做一個演講 那當然不是魔統 那只是說 那只是說 從他們的那個 就是角度來看說 最近說 他們希望給民眾什麼 那他們需要什麼 那我們能夠提供什麼 那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也在思考說 那 是不是可以再做 做更多一點 但是那時候 還是沒有什麼動靜 因為其實還是要有機會 所以其實在2014 這個高雄疫情之後 在這個整個資料開放這個地方 並沒有說 特別大的作禍 那在2015年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開始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 整個就是 那個疫情整個燒假 那這次更是超出 我們想像之外的事情 那所以大概 七月裡八月初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不太對勁 然後一次就是 我們的老闆 其實是 天老闆也有到場 那老闆就說 那就是 那是不是 有辦法再多做一些事情 或是說 能夠讓民眾說 更清楚一些事情 那 於是這個 在八月底的時候 我們先做了一些事情 是 大概以前也沒有做過事情 那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那個 OpenNight的社區 這是在Facebook 就是OpenNight的一個 就是一個group 那我們現在就是 先去 就是去 提出一個request說 那我們 因為 這個 那個類型的關係 我們希望說 能夠在外面更多的資料 那 請問大家 有什麼樣的取手 那這邊 可能 不知道Peggy也在 Peggy其實說 他非常感謝他 因為Peggy 可能下面的場子 又有他的一個場子 然後可能在Peggy聽 那他來的時候 其實他 因為他本 原本 算是Peggy 一個非常積極參與的人 那是在 到會務部之後 那 經過他的 跟我們這些互動之後 我們發現說 其實 好像可以經過他 這個界面 來跟這個社區互動 所以第一個時間的 那個request 其實是 我們 將我們需要 傳達訊息 然後透過他 然後就是 那個是 切在那個社區上面 那其實 我當然也是在社區裡面 那時候不敢切 因為怕說 是不是裡面 會有一些 長關節人物 那我切下去以後 是不是以後又 就是沒有 就是在我們沒有 經過就是叫做 那個乘可之後 就是一個言論 其實會有一些 殺生之禍這樣子 好 那 那當然就是 聽上去之後 那個社區非常的 就是熱烈的反應 就是有很多的意見 那所以 在這個8月30號 其實我們 在之前就已經準備好 那 只是說 不知道說 那個社區是不是需要 有更多的資訊 那時候我們就在30號 這期間釋出 就是獨日的一個 曾科瑞的病例的 一個開放資料 那但是在這個之前 其實有件事情 那 我不知道在這邊 有沒有台南市政府的 或是衛生局的同仁有在 但其實他們非常有感 做一件事情 像我講 就是他們 先率先的是先 先 就以他們的 要人工的方式去 去 釋出 就是曾科瑞每日的 一些病例統計的資料 那當然他們的教品質 可能相對的講 是比較的 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主要是 他們是用一些人工處理 那當然我們會使用機器處理 但是因為他們已經開箱 開了第一箱之後 他們就覺得說 好像 他們就已經釋出到個案 然後已經到那個 就是 經緯度去 就是到 給第三位的 是一個 相對是 有點去掉這支 這種方式去 將這個資質點外資料釋出的時候 那我覺得說 那他們已經釋出了 那基本上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再幫助他 所以就是在8月上 很快也是 去釋出我們的資料 那另外大概就是 設定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建議 那這邊 就是一開始我們釋出資料 是 格式其實也 不是大家完全期待的 那包括有 BIGFI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一開始釋出是 BIGFI 那包括一些村裡會 在喊電池的問題 所以 就是在留意後 當然我們是求成為UTFAR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 我們的資料其實是 一開始釋出是從 就是從1998年開始的資料 那所以就是對於 其實對於很多的設定 在做前章的應用 做很大的困擾 那這時候 更要感謝一下說 一些空間出大大好 然後幫我們就是 再做出一個 就是一個非常 很快的一個BIGFI 那 那 當然就是有的時候 我們終於在那個 國化會的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 同時公佈 然後同時上線 另外就是說 我們 也為了就是說 就是說 讓更多的設定師 我們是想說 當然我們不是想 不是想 但是我們是想說 好 至少說 那個一個關係 有能力做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釋出我們一個 叫正哥的 一型 動態地圖 擴散地圖的一個網站 那這邊非常感謝 其實我們是 非常感謝我們幾個 研發替代理 那 因為這邊 就是他們是 爆開在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也就是其他他們做 那 希望他們未來就是 這邊有一些 有些就是公司的大大 然後 能夠就是未來就是 找到企業之後 能夠再接受他們這樣子 那 有一些事情 我們就發現說 因為那時候 開始釋出村里的資料 大家覺得說 好像還不夠 就是說 村里 雖然有到村里 但是村里用起來 就是不像是點位那麼好 所以在葡萄師提侯的時候 我們也同時就是 想說 好 那既然要釋出點位 那又要保上個子 然後於是我們就要說 好 那就是用一個方式 就是用一個 綜合統計區的 那 綜合統計區 其實是一個 那部統計書 再推了一個統計的單元 但是 大家不知道說 這個怎麼用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怎麼用 但是我們想說 這個是可以拿來 期待做好 一個個案的街道 就是一個 說是實際度子的 一個更好的地段方案 一個綜合統計區 大概要大小 就是 在將近的地方 大概是50公尺 的建範 大概是一個 一個大小 其實已經是非常的細 那當然 我們發現之後 後面 就是 這個資料 怎麼open 出去之後 然後設計區 開始提醒我們說 我們這個資料上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包括說 你這個資料是不是有 追錯誤等等的發現 那當然 這就回到前面的資料出路 就是這邊就會很多 像是 一開始的 就是 街道軟位不是避填 或是甚至村裡軟位 也不是避填 但是 在我們一些班房 之後 大家跟大家溝通說 大家不會知道說 你家住的什麼 最好統計區的 是哪個號碼 不知道 但是你會知道說 你在哪個村裡 但是這個資訊 它又不是避填 所以就是說 在我們的 登錄系統之後 又增加一個 自動村裡 一個對照中央 那另外就是 在十二十號中央 就是 因為也是 這邊就是這樣一種 我不知道他們在 但是江藝東這邊 它也是幫助很多 因為它就是 幾乎是半夜都不睡覺 因為應該是 整個民事社會 應該是半夜都不睡覺的 那 其實它很快 他也是建議說 我們應該是要用 標準的主機統圖代碼 因為在整個衛生 就是在整個 公共衛生這邊的話 其實 在這些代碼 用的跟 我們現在 統計出的時候 這個主機統圖代碼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 我們就是去修正這個 這個代碼的問題 在十二十六號 因為這邊還有 涉及說 其實 這個定位指數 對他們講說 他們也很有興趣 我們也是覺得說 這個既然也沒有什麼個字 我們也是把這個資料上架 最後 當然就是 我們 講說 這個資料已經是 出了 但是房間說 還是有些人覺得說 好像我們沒有辦法 再提示說 這是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說 那跟民眾講說 雖然你提這麼多領位 那你哪些必要是比較危險 所以就是老闆就說 我們在 就是以我們的發布的資料 再做一個二次這樣子 就是做一個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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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資料 我們試著用 幾個健身的方式去發布 那 因為好像 也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其實 在這個每個步驟 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有點孤獨 因為在公共衛生界 或是在医療界這邊 比較少說 有人去說這些事情 那 這邊也是要感謝整個社群 那這邊大概就是 剛才前面講過 那我們 目前雖然還是沒有辦法有能力去維持一個API 包括可能我們的組織業線效能 包括我們自己的一些城市開發問題 但是目前是將這個每日統計資料 才能就是歷史統計到跟第12個月的一個成績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東格爾的距離區域的話 那這次也是做一個二次價值 就是以這個東格爾的距離區的距離 假如是有大約兩億以上的一個定義的話 那就是我們會定義成一個距離區 然後就會進行一個發布的動作 那如果在網站程序上面 那我們就試著用GEOGATER的方式去做一個 就是給大家進一步去使用 那這是一個施異 那再來在東格爾的方面的話 不只是只有這些OPENETA 那我們比較少用 但是這邊是比較廣告性質 那我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再來用 就是在我們四處的每日的資料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的欄位 包括說一些可能感染國家 就是境外醫護病例 我們都已經有四處了 但是沒有看到說涉及有進一步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示範 這也是我們已經發揮幫忙做的 那就是加這個境外醫護國家 就是試著以一個像是一個非常大的模式 去提醒一眾說 假如說他也有機會來看這個 就是去前往這些國家 都可以去看看哪些國家 是有一些 可能是有這個登革人的疫情 那當然你點下去 每個國家說 就是會知道在帶我們這個 國際疫情的OPENETA的資料 就是有帶到每個國家 這個登革人的相關一些疫情的資訊 那我們資料在哪裡 就是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 我們目前還沒有自己的剝奪 所以說整個是HOTS在 那個就是在國安會的平台 那目前大部分知道 就是以CSE來輸出 然後這邊就是在 再次再再探看一下 台南市 那台市除了就是 他一開始先 一開始就是放第一炮 就是 等到他先把那個就是 Glide的點位資訊 那他先丟出去了 那但距離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們是非常努力 那另外一個是說 他們也是把定位資料都輸出去 那除此之外就是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整個那個 那個整個疫情 就是整個台南市政府 不只是這個維新局 那他其他的局部也在動員 那包括像什麼資料 就是包括像 一些環保局的一個戶外通料資料 那一些建築這個 建築這個工地的一個登記的資料 一些通風空閉的一些資料 那還包括一些管線資料 通風通事出 那整個整理就非常好 那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就是 那個就是一個 不管是說中央跟地方合作 或是說地方 局數之間的一些合作的一個 一個點半 那能夠趁這個一個議題 然後加需要的資料 然後趁這個機會 也是通風通事出 這樣子 那 那 那當然這個資料射出之後 就是又 他們有 那個就是 他們有 他們有 這個朋友的資料 發現很可能 其實好像是 社群 其實到後來的時候 一開始 疫情比較熱的時候 其實 你在裡面 疫情在高 在燒起來的時候 大家很有興趣 那等到疫情到高點的時候 那可能在下來的時候 那可能就不會特別關心說 或是 已經接近高點的時候 其實那個熱度 可能就是跟新聞一樣 大概 大概一個禮拜 到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熱的時候 過了這個熱度之後 就停了 那就發現說 這臺灣市的資料 現在就沒有人 就要幫我們去使用了 所以我們也試著說 自己去 來 把臺灣市的資料 或是他先打回來 做一些 應用示範 那這是臺灣市的一個 噴藥資訊 所以就是每個都是一個 噴藥 就是噴藥的點位 那我們當然 點過去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 這個 這個車底的話 它在不同時間的一個 一個病例數 那跟它一個 噴藥的時間點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 去看說 是不是有些觀點這樣子 那這是整個 去跟社群的互動的一個過程 那 當然 我覺得這邊 有感謝 感謝好多很多很多的朋友 那當然最感謝還是這一點 因為 它真的是 幫助我們非常大 然後去幫助我們 去跟整個 社群的互動在一起 那還感謝嘉明忠 嘉明忠現在也是照台南市這樣子 那這邊除了是說 這個地圖的呈現之外 那社群還做了一些 像是一些比較動畫 動畫 動態展示 用使用 PoMail 或是使用這個 那個 那個 去算一個 它的那個 那個 就是傳播能力 那甚至是 後來就是 高傳遞品 有去做了 跟那個 其他資料結合 那 那先講幾個 就是說 我們覺得說 除了這個社群幫我們做之外 那另外還有一些 大家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 一些範例 就是 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中原的那個地理資訊科學的一個轉戰中心 就是 拿到 我們的這個 整個 傳遞的那個 這是 Opent Data 去做了一個 在台灣傳遞的標準化發生率地圖 那這個 這個 然後再進行會公佈 那 所以這個資料其實是 那個 還有用的 還有可以 使用之外 還有一些 然後 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要講一下是 這個資料除了在台灣有使用之外 那在國際上面也是有被使用 那我們有一個 今天有兩個合作的翻譯 一個是 我們的那個 定義的統計的資料 那 就是 Pito拉學拿我們的資料 跟 就是在東南亞有八個國家 那 這個資料大概是有三近 就是二十年的資料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 下面是 穩度比較低的國家 上面就是 臺灣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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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月份的時候 他的那個 就是這個 那個 發生率特別高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 那 其實在這個 整個東南亞 甚至說 臺灣的話 那 只要說 這個 這個區域 這個 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 可能會 就 燒到臺灣 那臺灣通常會 會 大概 一個月左右 這樣子的時間 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那 所以其實這個 整個 趨勢不相連動 然後就是 那 之後 當然會去看 一些 這樣的問題 去得 解釋 這些 可能發生的原因 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 這個 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 並沒有一個 上查資料的話 那 也是有被 拿來 說是做為一個 全世界的一個 埃及邦尼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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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囊 這個 組織 並沒有 我們的 資料 也是有貢獻 其實在這裏面 公信最多的國家 一個是 大西 另外一個是 台灣 所以是 這個 不要 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到 國防衛體體 再去 尋找 那 我們還要做什麼呢 那 我們 我們 下一個 最近 這幾天 有受到 和抵證的 我們疫情的話 基本上也算是一種 比較快速的方式去提醒大家 雖然我們已經有非常多元的管道 但是我們覺得說 既然是有這種新的科技的話 所以未來的話 會利用這個 這是你細胞廣播的方式 假如說這個地方 你居住的附近或是你前往的地方 有出現這個區域疫情的話 那未來的話 我們也會發出這個細胞廣播的方式 然後你手機也會突然 就是有一個檢訊的方式出現 那當然我們發布的渠道跟 一陣的這個通行行道不一樣 我們發布的是911 911的頻道是說 你假設手機的話 就可以看到911的頻道是可以被關閉 所以你假設覺得說 那機關是太早的話 那當然是說你可以把它關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在手機上會收到一個 就是一般的檢訊 所以你再去 那同樣同步的時間 我們會將這個資訊放在那個 就是NCDR的那個 障礙警示平臺的地方 就是這樣這個地方的儀器 特地和繼續發布 好那 那 那就是 假如你還知道說 剛才我講的那些資料的話 也許是你可以到我們的 單一入口是 dengi.gov 這個地方去看我們 我們所提供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比賽的一些應用 好 那我們當然 跟這個問題一外 那我們覺得說 目前跟 我們說跟社群之外 那也是有跟商業公司做的合作 然後再也是免費 就是跟HCC 老師這邊有室友 爸爸媽媽媽 你家裡有小朋友 剛叔叔真的有多久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 就是我們跟HCC的說 這個網友介入 這個是 就是一個幫父母親去提醒說 提醒說 小朋友什麼時候要打疫苗 因為小朋友可能一直要打自己的疫苗 這其實非常容易去遺忘 然後另外也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 你家裡附近哪裡 可以去打疫苗 等等的一些事情 然後包括說 你可以看 你的生長期間的發育情況 那未來的話 就是我們大概也會 經常說 我們曾經我們自己 都不能拿去播放 那 主要是說 我們實際上說 這個OntarioPolo 除了是一個Kelro 之外 那另外也是也能夠 有一些簡單的呈現 就是說 只好說 讓民後知道說 那這些資料 可以拿來做什麼 其實很多人 知道了 這次Kelro大幹 會覺得很難 會覺得說 這個資料 到底能夠幹嘛 那所以我們實際上說 我們做一點點的 應用 但是不是做全物 但是給大家知道說 這個資料 會長什麼樣子 那可能會可以 做出哪些樣子的東西 這樣子 我們不會做很多 但是就是會做幾個 做幾個示範 那未來的話 就是 我們會做幾個事情 就是Walken 像剛才就是 我們一個 就是 對它地圖網站的話 未來也可能 除了Ontario之外 也可能變成Ontario 所以我們可能 未來的話 就是假如 我們的 人力夠的話 就是 會把這個 Source code 放來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其他國家在做什麼 像美國CP 因為這次的 斯卡丁的疫情 他們也是在 試著去做各社 去做一樣事情 因為 主要是 港幣說是 號稱是 世界維成的組織 其實他 來 各個國家 都會把這個 很細部的資料 去提報給他 所以 基本上 每個國家都會 將這個資料 放在網頁上 所以 美國也試著 去做一個事情 因為 每個人都想要看這些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 可能會剩在各個國家 而且各個國家 會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他去做一些 甚至網頁的程式 所以他把這些資料 調完之後 也是放在這邊 然後 大家黨也會去 也是可以看到 這個是美國 GDC在做的事情 好 我們還有再做一些 一些事情 就是 最傳染病的資料 並不是只有 從基關組成立之後 還有 在一次期待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 相關討論資料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也是試著 將 從1896以後的資料 將它數位化 再重新整理 不過這個一定要 是需要共生的 很可惜 我們這個傳染病的資料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斷掉 另外還有一個 1996年到1970年的時候 可能報警案原因 這個資料也就不見了 在傳染病毒後 有些可能 比較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不代表 一般主的理想 當然說 這個資料公開 是不是說很透明 但是 有些時候 你覺得說 是不是太快 就造成一些 原本說 一些機關 或是等等一些個人 或是等一些團體說 希望你再有一些時間 則會說 它太快 因為它這個 我們現在不覺得 上架都是用機器自動去轉檔 自動去更新 那是不是會變成說 好像這個 變成刺惡 好像是變成說 我始終一直擋不住 會這樣考 那另外一個是說 這個資料到底要看到多細 那這個是就 考量到社會公益 跟個人隱私的問題 那像這個人 可能 開始我也不太可以感說 那 這樣子要看到這個 體會是想說 會發生一些問題 因為它有可能說 那 我這資料出去之後 是不是造成說 整個附近的房間下跌 甚至說 造成說 整個 當然有時候這個社區 就是講文字 開始就是有一些 但是 我們經過了 這次觀察 就可以大概是 半年到一年時間 其實這個事情 在這個人來講 它是不是並沒有發生 但是在其他事情 其實我們都會非常的顧慮 像是HIP等等的一些疾病 這個地方 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 Case-Ban-Case去考慮說 哪些疾病是可以 開放到比較細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 那 整個民體的開放資料 他就考慮說 這個知道 到底說 是 越公平越公開越好 還是說 你都知道太多 反而說 那 大家都不敢去台南 我說 台南就是登革的一期 或是說 到底就五年化 好 這是一個內部的考量 但另外一個問題 是說 當委員會公開的時候 就是 有些時候 我不知道說 到底區築在哪裡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 那你說 我們跟社群去 去 去想說 社群的區築在哪裡 好 那 那後面有一個問題 包括資料緊急 但是 剛剛找我去實際上 這個資料其實還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這個 你居住的地方 跟你那個品味 其實是 可能是 我們居住的地方寫說 是台南市 其實它裡面在台北市 這樣子 這很多的資料需要 再做一些 做一些討論 那這些問題 其實 會放在非常多的時間 那 也可能是很多 在一開始都 不太敢去 這樣 就是要去開放 但是我們發現說 這個資料公開給社群之後 社群幫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發現很多的社群 發現說 這個資料不對的時候 它直接 就是在那個 就是OPENTIA版上面 就直接說 這個資料可能 不是有問題 它直接就回饋給人 其實我們覺得說 這個版是 直接在上面 我們這個 對資料上面的恐慌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OPENTIA 不是不要點嗎 還是要成本嗎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人力 人力這個問題 其實是蠻大的問題 然後 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 那個 他也是 剛剛在他板上貼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 對於這樣子的人才 到底說 只是在哪邊 公務員沒有任何這樣的人才 所以他有一些的問題 就是 那我們當然 我們現在目前都是 主要 火力之靠我們的研發意大利 但是 等到 在107年之後 這個一期 他們去搜索 是不是我們還有這樣子的 一些 新鮮的肝 來給我們使用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很大的疑慮 好 那 那當然後面 很多 很多也是在探訪的問題 這個很多的 資料 變成說 文字 文字資料 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 這是命文字 但是這個資料 就是霸裂沒有人有興趣 那到底是說是比較品質的問題 這個資料就是 根本就是沒有人有興趣 然後這個都是一些 大量 在想的問題 那 在未來的話 我們當然說 第一個 能夠做到說 就是服務能夠不衷 那當然 我們也就是想說 能夠提升我們的資料品質 這個目前是 提升資料品質 這個資料 也是要防潛 另外能夠支出更多 有用的一些 一些 那 一樣 我們還是會繼續 做一些資料 進行範例 做一些恐慌 除了這種範例之外 另外 我們可能 畫完仔細 我們會將這個資料 去辦一個 就是這樣 像是一群社大賽 這樣的一個比賽 就是架出說 當然使用這個 上帝的資料 去捧摸整個 這個社區 那 外來的話 除了德哥之外 其他資料 外面都提供你們版 比如說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的資料 也會有很多的一些 外國朋友 會非常有興趣 來做一些 國際比較 但是這個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比較統一的話 你是只要用國民 還是說 你要用一個 一個被虛弱的 按手312碼 312碼 312碼 是一個 創意的手 你是不是要用這個碼 但是 目前你要找到另外一個碼 因為 3162 3是差略 第二層第三層的行政區 但是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 我們是說 這個問題 我們是要說 也許說 這個資料 有機會 是一個 跟其他國家 有更多的互動 或是 一些 就是 一些國際關係 這樣 當然 我們未來會去就是 讓這個 整個 產官學 社群這個釋放的做得 都更加的順暢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